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场的吊球技术展开 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吊球 了解一下吊球的原理 接下来我们来做吊上网的练习 这是一个从后到前的训练 不错 上网 挡网 3 4 很好 5 6 不错 7 8 9 10 10个以后可以加一点数 试一试 快吊上网的感觉 对 12 13 14 15 三师兄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球你回吊的时候 吊得比较远的时候还能处理 但是吊得比较近的时候 我处理就比较困难 而且像那种比较快的那个球 我感觉跑过来都好难啊 这个你能说一下吗 小椰子提的问题很好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原地的吊球热身训练 更多的是把这个训练 看作成一个技术训练 就是对吊球的轻重感 我们说的弧度 角度 速度的掌握 就是一个吊球的技术练习 而吊上网 它更多是球路练习 球路和技术练习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 球路它是人 球的结合 也就是说你吊一个球 你要上网 你吊得慢 你就可以慢上 你如果 这个球你吊得快 你就要快上 它的结合就在于 你的人和球术之间的结合 还有一个点在于 你吊这个球 你一定是边吊边走 边吊边走 而不是很多人吊球跟不上的原因是因为 它把它单独理解成一个吊球技术 球都吊出去了 观察 再走就来不及了 边吊边走 随球的移动 我做个示范 你看我慢吊 慢走 当网 快吊可以快走一点 单网 节奏不对 又慢下来 接下来我们试试斜线的吊上网 斜线吊上网主要是跑动 距离变长了 对 跟随自己的节奏 如果跟不上就吊慢一点 追求贴网一点都可以 很好 这个带批球 注意我可能增加一点难度了 停顿吊球 蔡师兄 我想问一下 像刚刚这种 就是突然的回头球 我怎么处理会好一点 这是比较实战的问题 一旦你的前后场 比较连贯之后 对手的打球 一定不是一后一前 而是有可能 你打了后场 你往前一跑 他突然又打一个后场 这个就牵涉到你 吊完球的低步 有一个跟随步伐 跟随步伐 你要么是吊完之后 并不跟随 要么是转身 都可以 重点在于 这个步伐 重心要稳定 不要有头往前摘的感觉 打完之后 跟随 如果他打你前面 再启动 试一试 打完 第一步 跟随收重心 打完 跟随收重心 对第一步 你还可以多跟一点 根据情况 好小一只再来试一试 我们再来做一遍 斜线的阶调 后场 很好这个节奏 二 后场 注意 收重心 没有收重心 又直接跑出来了 再来一遍 多试一试 这个有点难 注意 收重心 第一步要收重心 打完球 第一步收重心 对 第一步收重心 打了前场再跑 很好 这个跟上了 走一步观察 对 这就叫收重心 很好 打前面再跑都来得及 有点学会了 带点P 很好 收重心 不错 加反拍了 蔡师兄快点来指导指导 最后 师兄再来讲一个 比较特殊的调球使用 正常的情况 都是很像高远球的动作 挥拍倒拍 吊球动作 屈身来完成 比较特殊的是 对手突然推挑出过顶球 球在肩膀的后面 在这个点是先把手臂伸直 这个时候不是靠屈身去吊球 而是直接靠手指手腕 有点像篮球的勾球的动作 直接把球勾回去的 我们来试一试 对 就这种球 带勾手的吊球 起跳 难吊 而且这种吊球往往都是吊对角 尽量少走直线 直线很容易被对手抓球 接下来请小师妹来试一试 好 我们来 练习一下蓝吊球 很好 很好 这球质量很好 带一点起跳 对 多用食指的感觉 你被动球处理得比主动球还好 慢一点 慢一点 尽量要侧身 带一点小小的起跳 对 重心在右脚上 还可以 不错 靠食指手腕 这有点像蓝杀了 食指少发一点力 就是偏吊球的感觉 慢一点 右转身 很好 很好 一 二 三 对 尽量在 头顶上方完成 二 三 很好 当我们学会了原地的吊球技术之后 我们可以和上节课的高远球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垃圾 一个高远球 一个吊球 一高一吊 这样的组合练习 好 小师妹来试一试 接下来我们把高调组合起来练习 高远球 对 高远球变吊球 尽量把高远球和吊球的动作做得相似一点 让吊球看起来对像高远球 高远球还是像高远球 对 就是这种感觉 不错不错 注意节奏 很好 上半身稳定一点 对 你 高远球怎样打的 吊球就怎样打 只是改变一下发力的轻重而已 好了 今天的吊球技术动作训练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玩的训练方式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分享 最后别忘了 转发及评论 还是有三个VIP 送给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